娱乐转圈圈 明星快报报 有人说是因为他的电影秦雅吉最近正在上映 风头正盛 这时候出来道歉是最好的时机 也有人说是因为这段时间也有很多圈内的编剧 对于郭敬明曾经抄袭这件事情联合 提出不满和控诉 再不道歉的话难以收场 总而言之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郭敬明还是道歉了 发长文补上了原创作者 等了15年的道歉 网友调侃活久见 但实际上这不是应该的吗 2006年 梦里花落之多少就已经被判定是抄袭 圈里圈外了 但那时候的郭敬明并没有选择道歉 而是选择了回避 如今过去了15年 终于才有勇气面对这个事实 在郭敬明的道歉中 他也表示自己 会将《梦里花落之多少》这本小说的所有收益 全部赔偿给庄宇 随后 庄宇发微博回应 接受道歉 并且 二人还一起成立了反飘窃基金 支持原创作者维权 至此 这件事情 才算落下帷幕 有了结果 在我们惊讶于郭敬明迟来了15年的道歉后 于正那边也发长文 向琼瑶道歉 相比于郭敬明抄袭 于正抄袭琼瑶 这件事情 大家都是知道的 事情也才过去了6年的时间 当初 于正的工作连城被质疑抄袭琼瑶的作品《梅花落》 圈内有数百名编剧联合声明 要求于正道歉 但始终都没有听见于正发声 时隔6年 于正终于道歉 并表示琼瑶是他从小到大的偶像 在道歉后 于正还发文 宣布自己退出《我就是演员》的节目 潜心创作 琼瑶的儿媳也发文称一切终于有了结果 不知道郭敬明和于正是不是商量好的 但作为吃瓜群众来看 既然抄袭是事实 那么道歉也是必要的环节 虽然被抄袭方都已经接受了他们的道歉 但不得不说一句 原创维权的道路真的太艰难了 庄宇等了15年 琼瑶等了6年 就这还是在舆论的监督下才有的结果 而这些年里 郭敬明和于正依旧在圈中风生水起 经常参加节目 一个拍电影 一个拍电视剧 还都出现过爆款作品 被观众认可过他们的才华和能力 而原创作者那边依旧在苦苦维权 有人说 如果不是迫于各方压力 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选择道歉 但不管如何 有了结果自然是好事 对于编剧合作者来说 抄袭始终是一个羞耻的行为 这么多年 郭敬明和于正的发展虽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 但一说到抄袭二次 大家就还是会对他们的声誉以及能力产生质疑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希望郭敬明和于正今后能够创作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优秀的作品吧 以此证明自己的能力也算是在支持原创了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